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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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死 该死 为什么会这么慢 陛下 要不老奴 是 还没有查好吗 好了 如何 我就回大人 完了 回禀陛下 大人 老奴 在那位姑娘的宫笔摸到了龙眼大小的一颗 据此推算 应是两个半月的深运 难道这是真的 怎么回事 此人是谁 为何说我 来人 上生死门 本宫 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陈若鱼 到底 到底 有没有深运 如果有的话 就去死门 如果没有 就去生门 阿修那边应该差不多了 还要再拖三个时辰 不 快 快 快 不要钥匙禀报大人 公公今日均不见客 不行 钥匙大事了 我一定要见到公公 不行 就不行 没有 没有 大人 您说什么是什么 大人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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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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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老 大人 你跟随本宫 这么多年 本宫一直 都是非常信任你的 沈某半生 多蒙大人招服 一路高升 人言我有衣术而无衣德 愧对东凤献军哪 而今已年过古兮了 正所谓七时而随心所欲 这一次却要补鱼举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好 看来你们是都选择好了对吧 那就处置吧 不许动 不许动 陛下未传诏 无等 不得请去妄动 大人 大人 不是说没有还以救的伤呢吗 贪生怕死的人才是会出卖你的人 你以为本宫会信吗 把尸体抬回太医院 让那些新人们好好地看看 想想将来 该怎么说话 沈太医院 不愧本宫会信任你啊 你很好 不愧本宫一直都信任你啊 可你知道什么才是随心所欲不与举啊 沈某 我都明白 好 既然明白就好 本宫念你跟随本宫多年 赐你全尸 い啊 乔 既然已经证实了 执剑人有身孕 那就按律处置吧 来人 陛下 大人 给他去煮一碗安神汤 是 楚国公 这是何意啊 罪人之神 怎么配为陛下孕育龙子 延误了军机 都督要转发起来 你们担等起吗 你休有废话 再敢一闯杀无数 陛下 陛下 大人 汤已经做好了 且慢 能与不能 朕说了算 王子犯法 与树民同罪 难道陛下 想包庇此女 朕是为了朕的龙儿 还差两个时辰 我去 我去 求言之 就算李得云和韩定 回到了陛下的身边 就算门外 全都是金无味 可你别忘了 离你最近的 是我 是你赋予了 我伤害你的权力 好 朕确 朕亲自为她好 好 好 陛下真是情深义重 也难怪 持剑人对您一片忠心 在您和她姑姑之间 许了您 都什么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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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陛下 外面 一切都结束了 我过关了 太好了 她在那里不舒服吗 好多了 刚刚那位老大夫给我吃了药 感觉好多了 要是有机会 一定要谢谢她 陛下 没什么 有机会 朕一定要替你谢谢她 好 这是义父赐的安神汤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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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沧海桑田 没有一遍满是天谦 这样日后可有影响 不会 来 就当是逍遥外务丹 喝了一点事都没有 别怕哭 疼爱恨谁先挖掘 漂泊出的沧海桑田 来 anys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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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胭脂说了 有九成把握了 那也不许 月儿 朕曾为了皇位 放弃了一切 可如今 您跟皇位一样重要 好比就是个流年 十元呢 如长齐人所料 逃了 很好 失诚之后 大将军之位就是你的 我只要我的儿子 封将之日 就是归还令郎之时 是 你还有一句话可说吗 好一出大喜 如此的严谨 如此的忠密 如此的让人措手不及 你的意思 本宫冤枉你了 大人 你如此多疑 为何不怀疑你身边这位呢 程尚公这是要拖人下水了 我何时得罪过你了 在你和程若鱼串通 陷害我时 证据呢 我没有证据 但我知道是你 光凭齐艳跟程若鱼 是收买不了神浪的 只有你 藏在大人身边的你 才有可能不止今天这一切 爹爹 女儿无话可说 报 大人 说 按照传信 朕无军气宇出动 你先下去 是 恒夕 你还敢狡辟 看来 令旨指控你的三件事 丹凤楼的机关 正无的军队 现在都已确认 那么 安王的病 也是你做的了 小心 爹爹 别管我 杀了他 不可 不可 奴对大人一片重心 无奈受此奸人迫害 为求自保 只能行此下策 你放了他 本宫暂时还相信你 大人 恐怕不能 爹爹 承信 爹爹不用管我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放了他 有话 好好说 看来大人很疼爱您 这个医名 可惜您看走了眼 总有一天 您会被这只皮质羊皮的狼 啃得连骨头都不剩 你 承熙 承熙 你跑不掉的 放了掌齐人 本宫 赐你全尸 不是是怎么知道 是 你走吧 邱子良 你竟然也有软肋 让他走 大人 大人 什么事 过好了 原中统带了一帮人 去石中统门前叫马 两枚打了起来 死伤无数 什么时候的事 两个时辰前 两个时辰 怎么没有人通知本宫啊 属下派了数名士兵 回来禀报 都被门口的守卫拦住了 说是大人有要事要处理 大人 不见任何人 大人不好了 大人 大人不好了 原中统受了重伤 令我四位神才军副将 让死了 石渊呢 石中统不见了 江中统命我 来请大人 陛下到 来 飞车 是 大人 为何不见赵齐人 大人 江中总说事态紧急 务必请您尽快过去 大人 启禀陛下 神才军军营内乱 望陛下降旨平乱 回宫 李大人 别来无恙啊 求公公 托您的福 一切都好 走 准 华之 老奴在 立马让光王请过 是 李大人 臣在 跟朕进来 是 碎骨之情 希望王叔会有办法 没事 陛下 我扛得住 李大人 外面的形势如何 神才军果然大乱 秋子梁的心腹 全都死了 只剩下将帝 帝 听从陛下的旨意 调来赵义军 控制住了军营 新的将领 马上上任 神才军的兵权 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了 以起果如胭脂所言 陛下 您早就知道 我跟胭脂的计划了 要不然 如何配合你们 胭脂上大习啊 你有办法 让神才军内乱 是 但我需要你的配合 拖住秋子梁 让他不得不在府中 解决麻烦 无暇顾及外面的事 你要如何做 用六个时辰 行六步齐 第一步 石渊宴请神才军重将领 庆贺高升 豫助石大人 平步青云 官允衡通 好 好 说得好 高兴 高兴 请 第二步 原醒跟石渊不合 必不会去赴言 趁机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 不来赴言的下场 第三步 原醒率兵去石渊门前闹事 第四步 原醒和石渊大打出手 给我上 上大人 兄弟们 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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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步 石渊发现 中层将领被杀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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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步 石渊九行 发现错杀了原醒 并且 死了一些得力的手下 以他贪生怕死的性格 他必然会疼 就算他不疼 我也会派人逼他逃 就算他不疼 如此 身材均彻彻底 分崩离心 好奇啊 但也十分凶险 一招不慎 满盘皆数 是啊 奇距变化莫测 就像姑姑 还有翠娘 不知道 颜知被姑姑抓走之后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恐怕 这也在胭脂的预料之内 陛下 您是说 胭脂是故意被姑姑抓走的 掌旗人被擒 将其英 少不了会乱一阵子 如此一来 朕更能顺利地把神才军的兵权 给拿回来 而且 最多需要十日 十日 十日之后怎么了 这一名韩定 亲自从弥杀回真武 十日之后 内忧万患 皆不存在 恭喜陛下 贺喜陛下 此时庆功还为时过早 秋子良 绝不会善罢甘休 必会反击 臣这就去盯着 停车 好 这就是右相当年的住宠 你跟程若鱼不是勾结在一起了吗 他没有告诉你吗 他告诉我了 可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我不信 你倒是跟仇子梁一样多疑 你跟右相当真是姐弟 你说你也是骑虎之后 那你的真名是什么 死到临头 别问太多 我不会死的 我对你这么有用 你怎么舍得我死 所以 你是故意被我劫持的 当然 否则你现在已经死了 你到底想要什么 和你一样 我乃骑士后人 本就是龙子奉孙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女帝也不信齐 还不是得了大新江山 你就是因为这个 才一而再 再而三地保住齐燕的 是 光王太弱 安王太淤 其他的皇子吗 太丑 是 看来看去 看来看去 还是齐燕最适合做我的夫君 可她喜欢的是程若瑜啊 是啊 所以我和程若瑜达成了交易 我保住齐燕 她让齐燕封我为后 你说的话 我一个字都不信 不信便算了 你真以为 我不会杀了你吗 事到如今 我才是你的护身符 没了我 你绝逃不出 仇子良的天罗帝王 我 我一直在找你 第三人 第三人 一直以来 在齐燕和仇子良背后 挑拨离间 煽动寒月 图谋造反的人 不就是你吗 没错 没错 是我 那么 齐菊至此 你可还能 起死回生 可我不是一个人啊 装救命 我喜欢啊 你病人家 不可我 有一群孩子 对ه 你到底叫你 你怎么 他 你愣不可 只要做我 你为何不当 大人 属下 一 未能够阻止袁大人和石渊进行卸斗 二 惊醒不够 导致同僚惨死 三 在石渊逃跑的时候 没能拦住他 这三项大罪 属下怎敢逃跑 属下留在这里 等候大人处置 你比那个蠢蛋石渊 可是聪明得多 起来吧 谢大人 大人 这里的云 带昭义军控制了军营 我们该怎么办 承熙 隆重 圆血 石渊 好一出连环劲 齐燕 李德云 承熙 承若鱼 大人 你 你怎么了 没事 最近练功频繁 石游发生 恭喜大人 武功更上一层楼 他们以为拿了本宫的兵权 就可以高枕不忧了 齐燕哪 你探了本宫的兵权 太小看本宫了 右相大人 你终于来了 十三 你来做什么 什么 你让我放了他 此人害我功亏一篑 你不帮我 还要救他 你让我走 怎么走 像当年的韩月一样 躲到关万一躲就是八年 等时机成熟了再回来吗 我不走 被鱼儿出卖 被哥哥出卖 现在雷亲弟弟也背弃了我 我输得太多了 怎肯九死八受 我本以为 孤侄相残已够精彩 没想到 还能看到更精彩的姐弟反目 你们真的不是 商量好了 演给我看的吗 道不通 不相为谋 你以后不要管我的事 我还没有走到绝路 这个人 我也不会交给你的 你真的不会武功 你真的不会武功 你为何救我 我射具陷害成心 等于间接将你也陷入危境 你不生气 你不生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规过皇位 那你潜伏在将棋营中目的是什么 铲除换党 这真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 幼相大人还真是擅长诸心之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杰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